我被夸得有些飘飘然,正想继续说下去,一旁熟睡的KK却突然警觉得竖起耳朵,呜呜,他一个翻身站起来,嘴里发出警告的低鸣,夜沉如水,周围一点声音都没有,他听到了什么?KK,坐下,我试图安抚他,但他反而变得更加焦躁,我和陈琳交换了一个眼神,准备出门检查情况,楼道温度很低,寒意瞬间让我的酒醒了大半,依次巡视完另两个房间,我们来到消防门前, 门上的铁锁紧紧搅合在把手上,没有任何异常,楼梯间寄然无声,整层酒楼除了自己如肋骨般的心跳外,再没有别的动静,又等了一会儿,我们重新退回房间,在离开的这段时间里,KK并没有安静下来,而是在客厅来回夺步着,猫哥也醒了,他端坐在阳台前,时不时伸出爪子扒拉面前的一门,陈琳走过去,缓缓将门拉开,我跟着他来到阳台上,外面比楼道更冷,银色的月光, 将雪地照得亮亮堂堂,我盯着楼下看了半天,也没觉察出什么异常,啪哒,有什么东西滴落在我的脖子上,下雨了吗?伸手一摸,指尖的触感竟有如龙潭一般,我猛地抬起头,一张黄紫色的脸倒悬在我的正上方,他微张着嘴,臭不可闻的液体顺着嘴角缓缓滴落,啪哒,又是一滴,我强忍着恶心擦掉脸上的口水,陈琳已经调转手电的方向, 借着光线,我看见一只丧尸折尺似的挂在石楼的栏杆上,因为倒锤,他脸上青筋爆起,突出的眼白,几乎要脱离眼眶, 随着身体在半空中摇摇欲坠,他的喉咙深处发出破碎的叫喊,渐渐的,喊声越来越大, 我扫了一眼隐藏在夜色中的其余居民楼,不由想起上次解救KK时的场景,我和陈琳都很清楚,绝对不能让他继续叫下去,怎么办?我低声问,我上去,他转身去找工具, 家用踢有一米多高,站上去之后,陈琳的半个身子几乎都悬在空中,我在他腰间绑好安全绳,低着头正准备把另一端系在栏杆上, 就在这时,陈琳突然连人带踢跌出扶手之外,等反应过来的时候,安全绳已经划出了好几米, 我下意识钻紧手上的绳子,还没来得及将它缠在手上,另一端传来的力道就让我狠狠刻在栏杆上, 撞击带来的耳鸣让我头晕目眩,同时,我感觉到绳子正不受控地从手心寸寸滑落, 啊啊,什么丧尸围城,什么幸存人类,此刻我一点都顾不上这些, 我只知道,如果绳子脱手,陈琳立刻会从三十多米的高空摔下去, 他会死的,这个念头让我全身冰凉,啊啊,我不确定自己叫的是否足够大声, 耳鸣让我失去了对音量的掌控,我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将这几个字吼出来,快来帮忙, 用尽全力拧动双臂,几次尝试后,绳子终于缠上我的双腕, 下滑的趋势,这才堪堪止住,但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支撑多久, 就在这时,我隐约听见卧室门被砰得撞开, 余光里,有个人几乎是连滚带爬地朝我跑过来,他终于醒了, 与此同时,我感觉绳子的重量一轻,怎么回事,陈琳是不是掉下去了, 我急得大喊,安安冲到阳台边,快速向下眺望眼, 放心,是他身上的丧尸掉下去了, 刚刚的绳子上竟然有两个人,他随即将安全绳的末端绕在栏杆上, 打上死劫,又从前面替我拽住绳索, 有他帮忙卸去大部分的重量,我顿时脚下一软, 瘫坐在地上,这时,火辣辣的疼痛才后知后觉的降临, 仿佛刚刚握在手中的不是麻绳,而是脆了火的刀子, 纸杰因为用力过度而颤抖个不停, 甚至连简单的屈身都不能做到, 心里惦记着陈琳的情况,我撑着身体站起来, 他已经成功攀上八楼阳台的侧员,正在解药间的绳索, 在他身后,木梯已经摔得粉碎, 安安去楼道给陈琳开门,留下我一个人打扫战场, 按理说,单凭我自己的力量根本拽不住两个成年男人, 注意到绳子的末端湿漉漉的, 我这才意识到,脚边这个吐着舌头只喘气的保安队长, 才是今晚最大的功臣, 我揉揉KK的脑袋,明天必须用鸡胸肉好好犒劳他, 很快,他们二人一前一后进了家门, 陈琳脖子上有好几处抓伤, 衣服也被撕破了,不用担心, 他注意到我的目光,一会儿我用点酒处理一下, 到底怎么回事, 安安猛灌了一大口水, 他看上去还是有些晕晕乎乎, 陈琳是被月下的丧尸撞出护栏之外的, 丧尸的力气很大,被他抓住后陈琳一度束手无策, 最后靠着折断他的两只手腕才得以挣脱, 他们已经失去痛绝, 再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对食物的渴望, 丧尸变强了,陈琳给出评价, 没错, 他们似乎重新掌握了发生技巧, 之前, 丧尸只是静默的追捕者, 所以,在偶遇零星几之时, 我们还可以想办法和他们周旋, 但是现在, 狮群内部又诞生了新的季节, 信号, 我们的操作空间被进一步挤压, 除了逃跑, 几乎别无他法, 我不确定楼上的丧尸是怎么发现我们的, 他们的感知无疑变得更加敏锐了, 变强的原因是什么呢? 我问, 总不可能是上次KK的叫声导致的吧? 这在逻辑上根本说不通, 因为在病毒爆发的初期, 不乏有被狮群围追堵截的幸存者, 他们的尖叫只会比KK更凄厉, 更绵长,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, 短暂的沉默之后, 陈琳开口, 声音不是原因, 反倒更像是一种结果, 与其说是叫声强化了丧尸, 不如说是叫声揭露了当前诗群的真正状态, 他们早就变得更强, 只不过直到现在, 我们才意识到这点罢了, 我理解陈琳的意思, 时间上的因果不代表逻辑上的因果, 我们已经太长时间没和他们交手, 丧尸看似是在上次营救行动之后出现了增强, 但一边真正的发生时间节点可能还要往前, 扑通窗外传来一声闷响, 不用起身查看, 声音的源头大家都心知肚明, 经历过刚刚的插曲, 今晚的小区马上又会热闹起来, 对于变异原因的讨论, 始终不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, 我们暂时放弃了这个话题, 转而分析丧尸的行为模式, 除了对声音更加敏感之外, 失去每次聚集的时间也在延长, 第一次是在陈琳楼下, 丧尸集结了三天左右, 第二次直到一周后才慢慢散开, 这次又会持续多久呢? 不仅自身能力在增强, 他们的行为习惯也在发生改变, 安安将结论写在他的笔记本上, 我不禁想起那张倒挂的脸, 这个时间点, 他们不该这么活跃才对, 其实我最担心的, 是他们最终会无视所有规则, 进入完全的混乱和暴动之中, 现在已经有这种迹象了, 陈琳提出了一个最坏的可能, 在未来的某一天, 他们不再遵循任何作息规律, 到那时, 丧尸将不分昼夜终日游荡, 不仅拥有更敏锐的感知, 彼此之间还能通过叫声共同锁定猎物, 扑通似乎是在回应陈琳的担忧, 又一只丧尸砸在二楼的露台上, 房子已经困不住他们了, 安安眉头紧皱, 他们想出来, 如果低楼层的丧尸全部涌入小区, 尸群的密度立刻又会上一个台阶, 除此之外, 其他幸存者的问题同样令人焦虑, 虽然据我观察, 我们应该是这个小区最后的留守者, 但我仍不敢掉以轻心, 这段时间我带着KK去二楼睡, 如果有人靠近, 至少能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, 陈琳一边说一边收东西, 而且, 我担心低楼层的丧尸掉下露台后, 不会立刻失去行动能力, 到时候入侵到楼道里就麻烦了, 商量之后, 我们决定一起搬到202, 三人全天后轮流直守, 可能是离得太远, 高层丧尸并没有闹出什么动静, 正如陈琳估计的那样, 很多麻烦都是低层丧尸造成的, 因为下落高度不够, 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直接死去, 在最初的几天里, 露台上爬满了模糊的血肉, 许多丧尸的脊椎已经完全断裂, 上半身与下半身仅靠一点皮肉粘连,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蠕动着爬向彼此, 撕咬与被撕咬, 裂食与被裂食, 享用与被享用, 丧尸之间的杀戮再次升级, 这一次, 受伤的同类亦被纳入他们的食谱之中, 一直等到丧尸完全停止掉落, 我们才开始清理二楼, 陈琳将所有残肢连同积血一起铲到楼下, 我和安安则用酒精进行消杀和气味遮盖, 接下来就要看他们多久才会散开了, 只要狮群还聚集在楼下, 就不会有幸存者靠近, 这反倒成了庇护我们的屏障, 我把收音机重新找了出来, 在封城的头一个月, 我几乎每天都抱着他入睡, 只不过期望越大, 失望越大, 之后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, 我也渐渐忘记了他的存在, 现在, 陈琳的预测彻底打消了我妄图和丧尸共存的念头, 恍然间我又回到了最开始的状态, 我也试图做点别的来转移注意力, 比如面点, 我们三人都不爱吃面条, 屯的挂面基本上原封未冻, 更不要说面粉了, 于是我和面做了几梯刀切馒头, KK竟然非常喜欢, 于是我又做了更多冻在冰箱里, 为之前只需要重新加热一下, 比米饭方便得多, 我还用旧卫衣给KK改了一件套头衫, 在上面绣了他的名字, 但由于缝纫水平堪忧, 领口开得太大, KK穿上以后就成了惨不忍睹的低胸装, 猫哥作为新时代女性的代表, 仍保持着出门觅食的习惯, 运气最好的时候, 一连三天都捉到了肉质肥美的朱颈斑鸠, 梁小芝的感情也越来越好, 不对, 准确地说, 应该是KK单方面觉得自己和猫哥的感情越来越好了, 他常常突然抽风, 弹簧似的在猫哥身边蹦跶得不停, 起初猫哥还会被他的一惊一炸, 吓得炸毛, 但现在似乎习惯了, 如果有什么是一个喵喵拳解决不了的, 那就来两个, KK在领教了猫哥的铁拳后收敛了不少, 开始尝试用更绅士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喜欢, 每当这个时候, 猫哥的表情总是耐人寻味, 可能他既不想闻KK的屁屁, 也不想被KK闻屁屁吧, 整个冬天, KK都在滋滋不倦地骚扰他的新朋友, 逃避某只金毛的热烈友谊, 在这期间, 安安陪着我一起捣鼓收音机, 一起做馒头, 一起看每天上演的猫狗大战, 我缝衣服的时候, 他就在一旁替我整理毛线, 不要担心, 他似乎很容易就能看穿我的焦虑, 会有办法的, 你只管做你想做的事, 我丢下手里的针线, 泪眼汪汪地看着他, 安安, 你拿的是男主剧本吧, 那当然, 他立刻挺着腰板, 我肯定比陈琳靠谱, 在听完陈琳的末日社会模型后, 安安仍旧持观望态度, 但不可否认的是, 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, 开始担忧起主食问题来, 如果只是数量上不够, 这反倒容易解决, 小区居民楼这么多, 随便扫一栋就能收获不少米面, 但考虑到期限, 问题就显得有些棘手了, 就像陈琳说的, 这是横跟在每一个救援派面前的难题, 家里大米的包装上标注着, 会在今年九月过期, 其实, 如果储存妥当的话, 保质期应该会更久, 但是在之后呢? 三年之后, 五年之后呢? 只有找到可供种植的主食, 才能从长线上杜绝粮食危机的可能, 不管能不能等到救援, 未雨绸缪总是比亡羊补牢要好, 水稻和小麦的种子倒是有在农子店搜到, 但是对于如何种植, 收割, 我们一窍不通, 我唯一有把握种活的就是土豆番薯这类的根精类植物, 可惜储藏室的土豆被我处理过, 不能再进行培育了, 思来想去, 估计也只有在超市才能找到发芽的土豆了, 必须要尽快动身, 我暗暗下定决心, 等气温再升高一些, 他们就要开始腐烂没变了, 现在就是最后的机会, 对于救援派来说, 这无疑是一次艰难的思想转变, 我并非不愿从长远着手思考问题, 而是一旦从这个视角切入, 就等于直接否认了救援的存在, 思考三年之后, 五年之后我们该吃什么, 就等于默认了现在的生活状态将一直持续下去, 每个人都有既定的立场, 我也一样, 有多少人会为了几年后未知的危机, 去冒进再咫尺的风险呢, 但生存的残酷之处也正体现于此, 当你意识到大事不妙, 当救援真的迟迟未来, 这个时候往往已经晚了, 在靠着存粮度过的三五年里, 绝大多数的种子早已发霉过期, 等到大雪封门, 一切就来不及了, 我叹了口气, 要不要把陈琳叫过来, 我们一起商量下具体计划, 安安笑眯眯地看着我, 其实已经有草案了, 要不要听听, 看着他的表情, 我慢慢回过未来, 白感动了, 这家伙分明是在和我玩以退为进的把戏,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, 天气也越来越暖和, 清理完露台的两周后, 诗群逐渐散开, 雪也开始有了融化的迹象, 三月九日, 雪化的第三天, 凌晨五点整, 我们出发前往超市, 夜很静, 楼洞之间的空地上, 依稀有身影徘徊其中, 我们无声又快速地穿过小区, 远远的已经可以看见出口, 陈灵却突然调转了方向往路边走去, 在他身前, 一辆露天停放的汽车闪烁了两下尾灯, 你怎么做到的? 安安瞪大了双眼, 计划里可没提到这个, 他们的车都在地库, 按理说是开不出来的, 捡的, 陈灵已经坐进驾驶室, 要是捡到有一段时间了, 车倒是找了很久, 被他一说, 我想起来了, 遇到KK的那天, 他就是在研究这辆车子, 这家伙想得确实远, 车子很快驶出小区, 街道上空无一人, 看来外面还没有出现夜间活动的丧尸, 我摇下后排的窗户, 夜风吹在脸上带着早春的寒意, 虽然我也有驾照, 但是几年过去, 技术早就升疏了, 5点23分分, 车子稳稳停在超市对面的马路边, 随着天空一点点变亮, 我终于能看清眼前这栋建筑了, 超市有五层高, 外表看不出有什么变化, 一切仿佛都定格在我大采购的那天, 那上面好像写了字, 安安指着一楼的入口, 幸存者集合点, 他一字一句地读出来, 这难道是基地人类, 我和安安面面相去, 陈灵倒是一脸平静, 看不出有什么想法, 他转动钥匙, 将车子重新打上火, 透过前挡玻璃, 我看见丧尸正从超市入口, 鱼贯而出, 6点11分分, 遇出了, 狮群十分庞大, 按照这个规模, 过不了多久, 就会蔓延到街道这头, 陈灵开始缓慢倒车, 我远远地望着, 心情愈发沉重起来, 只见在一大群白色防护服中间, 赫然站着十余个军装丧尸, 所以, 军队早就来了, 他们不仅没能剿灭失潮, 甚至连自己都成了丧尸的一员, 车子继续后退, 就在这时, 一声清脆的哨响, 划破长空, 逼, 我这才发现, 超市的天台上, 近站了一个人, 此时正居高临下地望着我们, 怎么办, 要走吗? 我没想到, 情况会变得这么复杂, 再看看, 退到安全距离以后, 陈灵杀住了车子, 安安皱着眉头, 这不会是个陷阱吧? 我的心里, 也是一阵打鼓, 毕竟, 现在距离丧尸爆发不到四个月, 按理说, 基地派不该出现得这么早, 应该不是陷阱, 陈灵微微摇头, 如果他们的目的是猎杀幸存者, 那就没必要挂这块牌子, 也没必要吹手, 确实, 没有防备, 才最容易得手, 如果他们的目的是杀人, 何必要将自己暴露在目标眼前呢? 又等了一会儿, 楼上下来三个人, 他们用手势示意, 我们从后门进去, 你们在这等着, 陈灵说着, 解开安全带, 开什么玩笑, 安安伸手拦住他, 如果你觉得可以接触, 我们就一起去, 如果觉得危险, 我们就一起走, 别搞什么只身涉险, 的个人英雄主义, 我点头, 没错, 好吧, 他想了想, 妥协了, 武器带好, 刚刚的哨声, 引起失群一阵骚动, 但随着声音的消逝, 他们逐渐安静下来, 我们按照指示, 绕开超市正门, 这里不知道发生过什么, 朝向街道的玻璃, 已经完全碎掉了, 超市后门, 是一个消防楼梯的出口, 你们好, 站在最前面的, 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, 笑容阳光爽朗, 我叫沈浩, 沈浩是这个集合点的副队长, 你好, 陈琳伸出手, 别紧张, 我们没有恶意, 握手之后, 沈浩让出门口的路, 大家基本上都是从附近小区逃出来的, 考虑加入吗, 一边的寸头青年接过话头, 我们这什么都有, 就拆人了, 可能这么说有点冒犯, 但我们现在确实急需劳动力, 沈浩挠挠头, 如果你们能加入的话, 队长会很高兴的, 陈琳没有直接拒绝, 我们会考虑的, 那几个人听完, 哈哈大笑起来, 没事, 谨慎是对的, 我刚来的时候也是这样, 沈浩没有抢求, 三楼以下的物资, 你们可以挑一些带走, 队长马上就要回来了, 希望你们能见一面再走, 他话音刚落, 后门就被打开了, 一个身材高大的军装男子, 从晨曦中走进来, 张队, 沈浩立刻迎上去, 来了三个新人, 看得出来, 他们都很尊敬面前这个英姿勃勃的男人, 等来人走近, 我才发现, 他的身后居然背了一把步枪, 不错呀, 你们几个, 时隔一个月终于重新开张了, 言谈举止间倒是没有一点压迫感, 他朝我们点点头, 你们好, 我叫张一帆, 上去聊两句吧, 其实下车的时候, 我们就商量好了, 不会过于深入他们的基地, 打完照面就回家, 但是面前这个配枪的军装男人, 一定能解开我们的很多困惑, 互相交换一个眼神, 陈琳点头, 那就麻烦了, 商场内部的扶梯只能到达三楼, 在网上的路全都用货架堵死了, 张一帆带着我们往上走, 这条消防通道可以直达天台, 后门附近丧尸少, 我们一般都是从这进出, 说话间, 我们已经来到六层天台, 顶层的消防门被改装过, 内外两侧都加焊了一块大钢板, 他们还拆掉了原先的锁持, 重新安装了一个巨大的门销, 插销杆是一根手臂那么粗的铁棒, 等我们全部进来以后, 门又被重新拴上, 这层面积很大, 进门右手边堆着一人高的柴盒, 木柴靠着栏杆马放得整整齐齐, 左侧是一块很大的耕地, 照这个面积来看, 光运送土壤就是一个大工程, 正中间则是一座仓库模样的建筑, 一团篝火正在门前的空地上熊熊燃烧, 冒出吹烟缕缕, 人们三三两两坐在篝火前, 好奇地注视着我们, 我们跟着张一帆走过去, 立刻就有四个人起身让出位置, 没事, 我站着, 他按住一个人的肩膀, 让他重新坐回到椅子上, 沈浩负责日常管理, 你们刚刚已经见过了, 他开始一次向我们介绍基地成员, 那是顾老, 他朝天台的角落摇摇一指, 那人听见张一帆的话转过头来, 他六十岁出头的年纪, 身材矮小, 面容英质, 长着一双凶狠的倒三角眼, 目光中透露着鹰一样的锐利, 我看见他的胸前挂着一只红色的口哨, 刚刚的哨声应该就是他发出来的, 顾老退休前是个足球裁判, 现在是我们集合点最优秀的吹哨人, 任何动静都休想逃过他的眼睛, 一圈介绍下来, 整个集合点九男二女, 一共十一个人, 我倒是第一次看见, 接着伴来的, 沈浩说, 我心里咯噔一下, 因为我很清楚, 我们这个团队也是后来组建的, 这会是巧合吗? 因为来得早, 他们还没有吃早饭, 所以简单介绍几句后, 大家就散开准备生火做饭了, 趁这个时间, 我凑到他们身边, 怎么样? 不太好, 陈琳眉头微皱, 军队已经进城, 而且部分发生了变异, 这就意味着, 幸存者有一定几率能够获得枪限, 如果大家都使用冷兵器, 那么基地与基地, 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冲突, 都还处于可控的范围内, 但是有了枪, 一切就都不一样, 我对基地派, 一直怀有一种莫名的好感, 在我的想象中, 它类似于早期的田园时代, 所有人一同耕作, 打猎, 捕鱼, 但是枪械的出现打破了我的幻想, 在基地之外, 会有新的武装集团诞生, 甚至一些基地自身, 就会成为暴力的化身, 这样一来, 刚刚组建的秩序, 很可能再次面临崩溃瓦, 姐, 他真的是军人吗? 安安盯着在人群中穿梭的张一帆, 能捡到枪, 捡身衣服就更简单了, 应该是的, 他的虎口和食指, 都有很厚的老捡, 只有长期持枪的人, 才会留下这种痕迹, 陈琳的话并没有完全打消我的顾虑, 但这个基地还是出现的太早了吧? 我问, 不不不, 情况不一样了, 安安反倒有了新的看法, 这里的管理者是个军人, 还有配枪, 所以, 他的凝聚力和纪律性不是一般基地可以比拟的, 可以算是特例。 嗯, 陈琳也赞同这种说法, 一般基地约束力会弱得多, 内部的问题也会更严重, 比如劳动力和产出的平衡问题, 如果食物储备不足以支撑人数众多的基地, 派种出足够的粮食, 他们就会退化, 变回救援派, 乃至轻道夫, 代比如严重的男女失调, 关于这点他只是点到极致, 没有多说, 但我明白他的意思, 如果这是一个靠拳头说话的世界, 那么女性很有可能会沦为一种另类的资源, 供男性领导者分配和使用。 张一帆不会想让我们平衡男女比例吧? 安安表情怪异, 那倒也不至于, 团队里有老弱妇孺本身就是一张无害的名片, 对我们热情一些也正常。 六开饭了, 有人远远地招呼我们, 早饭是刀切馒头, 米汤和榨菜, 不愧是在超市中驻扎的人类, 各是左舟小菜应有尽有, 还有我最喜欢的酸豆角。 席间, 张一帆从另一个视角向我们讲述了这场病毒的爆发过程, 每到来一个幸存者, 他就将始末重新讲过一遍。 我们听到的已经是第十一遍了, 2022年11月19日, 春深是封城的第三天, 在政府颁布全区域封锁令后, 地步战区紧急抽调陆军5万人, 从海溪市北上支援春深市的防疫任务。 春深市剩余的警备力量也都参与其中。 据未公开的数据显示, 此次疫情呈现出多点爆发, 由中心向郊区辐射的特性, 且感染患者有明显的暴力倾向。 截止军队入城之前, 春深市除了下辖的长明岛之外, 其余15个区均有病例出现。 市区感染者更是占据感染总人数的8成以上。 因此, 大部分兵力都被派往中心八大城区, 负责对感染小区进行戒严。 剩下约16000人被派去环线以外的八个城区。 张一帆就是其中一员。 他所属的集团军在这一区驻扎了两个团的士兵。 所有士兵化整为零, 以班级形式参与治安维护和物资运输。 病毒全面爆发后, 他们被要求原地待命。 但仅过了三天, 军队内部也开始出现大批感染者。 张一帆所在的班有八人感染了病毒, 其余因为反应不及被丧尸化的战友咬死。 十二个人只剩张一帆一人存活。 然后呢? 安安忍不住追问。 然后我就和上级失联了。 他从回忆中缓过神来, 指挥部设在市政府, 那边的情况估计很坏。 如此看来, 病毒出现过两次爆发的峰值。 一次是在封城的第七天, 还有一次是在第十天。 我一边听一边默默梳理着细节。 等等。 不对。 第二次也在第七天。 是在军队进城的第七天。 这个结论让我吓了一跳。 难道所有进入春生室的人都会在七天后感染变异吗? 病毒怎么可能按照地界划分呢? 况且, 按照张一帆的说法, 他们的饮食用水都由军队统一供给, 入城后也都时刻穿着防护服。 他们又是如何被感染的呢? 我一定还漏掉了些什么。 这个故事将所有人的思绪又拽回四个月以前。 餐桌上有些沉默。 吃完饭, 我们起身辞行。 关于主食的问题, 我们已经同张一帆交涉过了。 他给了我们两个选择。 要么一起参与劳动, 要么我们给出价值相同的食品。 这个条件并不过分。 所以我们准备回家, 取点蔬菜种子作为交换。 张一帆让沈浩送我们下楼, 同行的还有那个寸头青年。 我记得他叫赵衡。 他俩的关系似乎很好。 刚刚出来迎接的也是他们。 真的不留下来吗? 赵衡沿着楼梯往下走。 这里可是超市。 你们居然不心动。 心动心动, 我顺着他的话说, 说不定下次见面, 我们就搬过来了。 这是在给我们画饼呢? 沈浩也笑了, 不过好不容易来一趟。 张队可专门交代了, 不能让你们空手回去。 我们从消防通道下到一楼。 因为落地玻璃全碎了, 从街上进入超市倒是很方便。 不能直接从楼梯进来吗? 安安问。 不行, 楼道的消防门全部从内部上锁了。 赵衡解释道, 张队说超市和消防通道尽量不要串联, 免得丧失入侵进来。 我环视了一圈, 虽然很多物资都被搬上天台, 但剩下的东西也不少。 咖啡的货架在哪个位置呢? 副队, 楼下的玻璃是怎么回事啊? 我一边找一边和沈浩搭话。 你喊我名字就好了, 这么叫我都有点不习惯, 沈浩有些不好意思。 这本来是队长的主意, 只不过后来出了点意外。 原来, 张一帆之前试图将所有的丧尸挡在门外, 但是这种做法却激怒了失群。 他们冲进商场, 还差点冲破三楼用货架搭建的路障。 所以, 千万千万不要挑衅他们, 阻止他们的刻板行为, 当着他们的面杀掉同伴, 以及过分的喧闹, 都会造成失群的暴动。 对了, 他一盘脑袋, 你在这里等着, 我给你拿点好东西。 沈浩刚走, 身后的货架突然传出一阵动静, 绕过去一看, 原来是陈琳。 你在搜欧姿吗? 不然呢, 他不看我, 等着别人给我拿好东西吗? 这家伙居然偷听, 他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, 是你们说话的声音太大了。 七, 我不理他, 在附近闲逛起来, 货架尽头就是一扇消防门。 这就是沈浩说的通道吗? 门锁就在商场内侧。 我走过去, 尝试着拧洞锁栓。 咔哒一声, 门竟然打开了, 外面就是我们刚刚下来的楼道。 我赶紧把门关上, 心里升起新的顾虑。 这扇门能挡住丧尸, 却不能挡住人类。 因为任何一个进入商场的外来者, 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来到通道内部。 所以, 人还得要由人自己来防范。 顾老才是负责超市警戒的核心人物。 刚想到这里, 一声尖锐的哨响就从顶楼传来, 安安离得不远。 听到哨声的同时, 他就朝我们靠拢过来。 紧接着, 又是第三声。 B, 我隐约听到一阵交谈, 似乎有人正从一楼的扶梯上来。 快走! 沈浩和赵衡从超市另一头飞奔来。 是敌对人类, 要有大麻烦了。 他说着, 打开消防门, 带着我们快速退出商场。 顶楼气氛凝重。 我们上来后, 铁门立刻被重新锁死。 张一帆拨开人群走过来。 一共两辆车, 八个人, 全都装备了步枪。 他的脸色铁青, 估计是从军队的尸体上扒下来的。 整个天台就只有一个出入口吗? 我打量着面前的铁门, 悄悄问沈浩。 不是, 商场的扶梯也可以通往天台, 他带着我往里走。 我这才知道, 除了消防通道以外, 天台还有个后门。 沈浩揭开钉在墙上的塑料布。 这里竟藏着一扇连通商场的玻璃门。 门内空间不大, 套着墙壁整整齐齐地堆放着桶装饮用水, 而扶梯就在几步之外。 我顿时觉得全身冰凉。 这玻璃估计连斧头都扛不住, 更不要说子弹了。 沈浩见我脸色发白, 急忙解释道, 没事的。 除了货家路上, 我们还有别的防御工事。 这层扶梯已经被队长破坏了, 中间完全断层, 他们不可能。 话没说完, 一缩子弹就擦着我的脸颊飞过。 顿时尖叫声四起, 人群乱成了一锅粥。 混乱中有人扯了我一把, 我转过头, 顾老一瘸一拐地推着我们往人群里走。 不要命了, 还不往后站。 我被拽得亮亮呛呛, 差点撞到一个人怀里。 怎么这种时候还在乱跑, 陈林看上去很生气。 好了, 先不说这些, 安安拦住他, 怎么样, 还有没有哪里受伤? 我摇摇头, 伸手去摸脸颊上的伤口, 只是擦破了一点皮。 所有人都聚集在天台最远端的角落。 刚化玻璃虽然碎了, 却仍藕断丝连的粘合在一起, 没有爆裂开来。 列文让我们看不清里面的情况。 沈浩似乎也没有受伤, 他嘴唇发白地报告道, 张队, 他们好像有梯子。 张一帆没有说话, 只是用枪口对准前方。 陈林微微侧过身, 将我和安安挡在身后。 此刻, 玻璃门正被缓缓推开。 这是一支全副武装的八人小队。 走在最后的人身上, 静也穿着军装。 张一帆立即调转枪头指向他。 气氛好像有点紧张啊。 这个男人完全无视了正对自己的枪管。 有些抱歉的笑笑, 是我们太不礼貌了吗? 黄月, 他一脚踹在身旁持枪男子的腰上。 你来道歉。 他长得又高又瘦, 身材也十分单薄。 但这一脚, 却直接让那个名叫黄月的男子跪倒在地上。 对, 对不起。 张一帆没有理会地上的黄月, 目光一刻不离地盯着面前这个形式乖张的男人。 你不是军人。 我什么时候说自己是了? 他整理着军装的领口, 从死人身上八件衣服。 不行吗? 你也配。 张一帆冷冷吐出几个字。 不要这么见马弩张嘛。 他脸上笑意不减, 我是爱谈合作的。 陆长风, 他伸出手。 张一帆不为所动, 看着那只停在半空的右手, 我心里捏了一把汗。 僵持不下之际, 沈浩上前一步握住了那只手。 你好, 他是我们的队长, 张一帆。 我是。 话说到一半, 他却突然停住。 沈浩双腿一软, 竟抽搐着倒在血泊里。 只见一把短刀赫然插在他的胸口, 刀刃深深墨进胸膛之中。 人群又爆发出一阵惊叫。 刚刚还在和我说话的活人, 转眼就成了一具尸体。 我感到身体再控制不住地颤抖。 陆长风, 这人根本就是个疯子。 地上, 沈浩的身体已经停止抽动, 看着他沾满血污的脸, 逐渐失去神采。 我觉得胸口一阵发凉, 他什么都没做错, 我却成了杀鸡儆猴的忌品。 那边, 陆长风掏出手帕, 细心地擦去手指上的血迹。 现在我们可以继续了吗? 这完全是赤裸裸的威胁。 张一帆几乎是咬牙切齿的开口。 你想怎么样? 很简单, 所有的资源优先攻击, 我们使用。 他将手帕叠好, 放回口袋里。 当然, 作为回报, 我会负责整个集合点的安全。 杀丧尸可是的体力活, 我们小队已经很吃亏了。 你能理解的吧? 他们绝不会浪费枪堂里的子弹去对付丧尸, 但张一帆根本就没有拒绝的资本。 这个基地已经被这群寄生虫盯上了。 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, 不是畸形地活下去, 就是被全部杀光。 至于具体细节, 我们可以找个地方慢慢谈, 陆长风走过来, 拦住张一帆的肩膀。 目光扫过人群, 你, 他指向陈琳, 也得参加。 陆长风走近一步, 陈琳毫不避让地对上他的视线。 以及, 你最好注意一下自己的眼神, 小心我会把他弯出来。 轻飘飘地撂下这句话, 他扭头看向其余人, 剩下的旁听随意。 哥, 那我呢? 一个带头金的青年走出队伍, 我是不是解放了? 嗯, 陆长风对他倒是很温和, 玩去吧。 怎么玩都行吗? 他眯起眼睛, 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。 那得等正式办完。 陆长风挥挥手, 留两个人下来, 一个守着平台, 一个跟我进去。 其余的跟着石雨, 他们为什么要带走陈琳? 等人群散开, 我小声问安安, 他都没说话。 觉得他有威胁吧? 他微微摇头。 现在怎么办? 我像是在发问, 又像在问自己, 谈判结束后, 他们会离开吗? 会放我们走吗? 越想越觉得, 陆长风兄弟之间的对话不对劲。 要做最坏的准备, 安安轻声说, 留守平台的队员, 正是之前被踹到地上的黄月。 赵衡几人试探地朝沈浩爬去, 黄月并没有阻止。 剩下的基地成员哆哆嗦嗦挤成一团, 有的人, 就是不拿别人的命当面。 一道声音从身后传来, 回头一看, 是吹哨人故老, 还会死人的, 他紧抿着双唇, 脸颊因愤怒而微微颤抖, 以一番的性子, 谈崩是早晚的事。 是的, 沈浩的死只不过是个开场, 我不知道陆长风经历了什么, 竟然可以将杀人做得如此轻描淡险, 让一番凶多吉少。 还有陈琳, 他也在陆长风手上, 气温不知道什么时候又降了下来, 我穿得不多, 恐惧雨寒冷让我瑟瑟发抖, 要下雨了, 安安看了一眼天空, 我仰起头, 云层已经变得很厚, 黑压压地积在头顶, 突然, 仓库里边传来一阵骚动, 紧接着就是两声枪响, 是谁在开枪? 我感觉自己的心脏被猛地钻紧, 不行, 必须得想办法把这些人解决掉, 可是真的会有办法吗? 他们各个携带枪支, 商场里也都是他们的人, 冷静, 冷静, 我告诫自己, 我盯着天空, 脑海里闪过无数画面, 要下雨了, 这很好, 但仅仅是这样, 还不够, 趁他们还没发现消防通道, 有机会就抓紧跑吧, 顾老交代完最后一句, 转身就要离开, 请等一下, 我连忙拦住他, 思考再三, 我硬着头皮恳求道, 顾叔, 我想请您帮我一个忙, 他没有说话, 眉间的皱褶更深了, 如果顺利, 所有人都能活下来, 你有多少把握, 他盯着我的脸看了许久, 不要做傻事, 齐成, 我咬牙说道, 其实我根本拿不准, 但除了拼一拼, 没有其他选择了, 反正情况也不会比现在更糟, 可是我腿脚不方便, 丫头, 你确定我能帮你的忙吗? 放心, 这绝对是您最擅长的工作, 安安也在一边听着, 但依旧有些云里雾里, 你想做什么? 等会儿和你说, 我半跪着, 往赵横的方向爬去, 剩下的事只靠安安一个人太吃力了, 我必须得给他找几个帮手, 整个集合点虽然人数不少, 但是经过陆长风的杀鸡儆猴, 早就人人自危, 军心涣散, 赵横作为审号最好的朋友, 如果连他都不愿意配合, 其他人就更无可能了, 我一点一点挪到他们身边, 地上的尸体已经僵硬, 我颤抖着, 伸出手将他的双眼合上, 这群人不会放过你们的, 至少张队一定活不下来, 围在一起的几人, 先是朝黄月的方向看了一眼, 确定他没有注意这里, 才低声回话, 什么意思? 你觉得, 他们会让一个有威望有能力的人, 继续领导这里吗? 陆长风想要的, 无非是一个不具任何攻击性的大粮仓, 除了张队, 每一个存在威胁的成员, 都会被逐一铲除, 即使侥幸活下来, 也会成为新的底层, 供他们拆遣奴役, 屠刀会日日, 悬在每一个人的头顶, 赵横只是沉默, 放心, 我绝不会拿你们的姓名冒险, 我把计划讲给他们听, 当然, 只有需要他们参与的那部分, 我说得很慢, 确保他们能充分理解每一个字, 就只用这样, 几人看上去有些动摇, 没错, 到时候, 你们尽量鼓动大家, 进入仓库碧雨, 但是赵横, 你要想办法留在平台上, 他还想说些什么, 突然脸色一变, 下一刻, 一只枪管抵住我的后脑, 你在说什么? 我小心翼翼地转过身, 黄月就站在我的身后, 对不起, 我搜索着身体, 我太冷了, 我只是想来借件外套, 沈浩直挺挺地躺在一旁, 身下的血液已经变得暗红, 他看了一眼, 很快一开视线, 回到你原来的位置, 在黄月的枪口下, 我慢慢走回角落蹲下, 另一边, 赵横几人犹豫再三, 终于向我比了同意的手势, 我深呼吸一口, 重新推销计划的每一个步骤, 在这种全神贯注之下, 恐惧感反而慢慢退去, 安安是最后一个知道计划的人, 但同时, 他也是唯一一个知晓全貌的人, 不行, 他立刻否决, 太危险了, 我知道, 但没有更好的办法了, 更何况这件事, 我有做成的把握, 他脸色煞白, 半天才开口, 那我替你去, 我们互换任务, 我就知道, 他会提出这样的要求, 安安, 你也知道, 我的行动力一团糟, 你的任务根本就完不成, 会搞砸的, 可是, 我轻轻握住他的手, 相信我, 经历过太多生死时刻, 我们之间已经有了太多, 不能用语言表达的默契, 终于, 他下定决心, 好, 外面交给我, 你千万小心, 我正想再交代些细节, 一个戴着圆框眼镜的女孩, 突然, 挤到我们身边, 你们打算怎么做,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, 我皱起眉头, 这个突然出现的不确定因素, 让我心中警铃大作, 他想了想, 换了一种表述, 我可以帮上什么忙, 这时, 一道闪电划破天际, 明明才刚过十一点, 天色却灰暗得如同傍晚, 没有时间了, 你叫什么名字, 我问他, 欧石南, 石南花的石南, 你按我说的做, 我简单和他交代两句, 他深深看了我一眼, 没有再说别的, 又一道闪电击穿云层, 许久, 雷声才姗姗来迟, 温度还在下跌, 雨还没落下, 就已经冻的人发抖不止, 要下雨了, 不知是谁提醒了一句, 要不我们进去吧, 可是, 我害怕, 在说话的正是欧石南和另一个短发女生, 他不是说旁观随意吗, 这个天气淋雨会失温的, 石南转头望向人群, 一起进去还能相互照应, 我赞同, 赵衡身边的男生站起来, 他似乎很紧张, 说话有些哆嗦, 陆陆续续又有几个人出声附和, 剩下的却还在犹豫, 他们既想跟着人群, 又不愿进到仓库中去, 石南走到黄月身边, 长官, 你不一起进来吗, 要下雨了, 不简单, 我在心中暗叹一声, 这个女生不仅抗压能力和胆破过人, 更重要的是, 她已经看出我的目的所在了, 滴答, 云层终于破开一道口子, 逗大的雨珠纷纷而下, 有石南带头, 人群三三两两地朝仓库走去, 黄月却依旧没有进去的打算, 很快, 天台上就只剩下我, 安安, 顾书, 和守着沈浩尸体的赵衡, 几乎整个集合点都进入了仓库, 他还在等什么, 是在担心赵衡吗? 场面陷入僵局, 来不及了, 安安小声催促道, 我一个人就行, 让他进去吧, 没办法, 我只能示意赵衡进入基地, 本想给安安留个人手, 但最终还是没能成功, 但奇怪的是, 即便这样, 黄月仍一不未动, 这个人似乎铁了心地, 要贯彻陆长风的命令, 长官, 低温让我的声音有些打颤, 我抹掉脸上的雨水, 大家都进去了, 你不一起吗? 万一里面出了什么乱子, 陆队长生气, 我们也要跟着倒霉, 他闻言看了我一眼, 又看了看谨剩的两人, 安安抱着膝盖坐在雨里, 顾叔则抛着一只腿站在旁边, 不知是哪句话触动了他, 黄月迟疑了片刻, 竟真的端起枪, 和我一同朝仓库走去, 人群全都围在门口, 我点起脚张望了一下, 他们几人正坐在餐桌前谈判, 黄月端着枪往里走, 我见状轻轻地带上了仓库的大门, 陆长风很快发现异痒, 你怎么在这儿, 我不是让你守在外面吗, 我没想到他的反应这么快, 但现在绝不能让黄月出去, 你好, 陆长风, 我叫着他的名字从人群中挤出来, 仓库里瞬间鸦雀无声, 所有人都对我的直呼其名感到分外震惊, 只有陈琳除外, 他的脸色很难看, 注意到我进来之后, 他立刻朝这边靠拢过来, 别动, 警告与枪声一同响起, 子弹贴着陈琳的裤腿飞过, 弹坑几乎紧挨着斜面, 陆长风甚至没有去看射击点, 把枪又一回张一帆身上, 陈琳身形一顿, 很准的枪法, 我硬着头皮往里走, 尽量让自己显得胸有成竹, 含得怎么样了, 有定论了吗, 很有意思, 他倾笑一声, 你是哪位, 我是哪位不重要, 到了这一步, 我反而冷静下来, 我不是来和你谈判的, 我只想知道, 作为资源的一部分, 我被划分给谁了, 突然, 我的目光一致, 走近了才注意到, 张一帆的右手, 竟被一把参刀钉在桌上, 背上的步枪也不翼而飞, 始作俑者, 此时正笑眯眯地握着刀柄, 你的成员比你上道多了, 张队长, 等在转过头的时候, 陆长风眼底的笑意已经退去, 我知道, 他的耐心到头了, 陆队长, 我在他面前停住, 你不好奇吗, 你不好奇, 我为什么敢这样和你说话吗, 可能你已经发现了, 并不是所有人都进来了, 如果我是你, 我一定会问问清楚, 黄月闻眼脸色一变, 报告道, 队长, 外面还有一个女孩和一个老头, 我, 为什么有人还在外面, 你却进来了, 陆长风打断他, 他的声音不大, 却带着彻骨的寒意, 黄月念如着说不出话来, 去, 陆长风已经猜到仓库背上了锁, 用你手里的枪把门打开, 等等, 我出声阻止, 但是并没有人理睬我, 黄月穿过人群来到门边, 就在他举枪瞄准之际, 门外突然传来了响彻云霄的哨声, 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, 我的双腿发软, 差点不能站住, 陆队长, 你不会想破坏这道门的, 我扶着桌子坐下来, 因为这很快就会是你和士群之间最后的屏障了, 哨响一声接着一声, 与轰隆的雷鸣夹杂在一起, 连绵不绝, 如果你坚持破门而出, 那么顾书同时也会打开连通楼道的铁门, 商场里的丧尸全部都会涌上天台, 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冲动, 楼下传来步枪扫射的声音, 陆长风脸色一沉, 他的队员此时都还留在超市内部, 你的弟弟只要愿意缴线, 我们会放他上来, 至于其他人就很遗憾了, 这当然是骗他的谎话, 安安能守住扶梯就已经是极限了, 哪里还有功夫分辨来者是谁, 但为了防止他情绪失控, 我只能这么说, 然后呢, 武器留下, 我可以放你们走, 放了我们, 他冷笑一声, 没错, 陆长风点点头, 很不错的提议, 他站起身, 朝我走过来, 虽然嘴上说着夸奖之词, 神色却阴郁的可怕, 你可以开始祈祷了, 他抓着我的手腕, 把我拎起来, 枪口从张一帆身上移开, 转而指向我的脑袋, 祈祷小雨没有出事, 否则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, 几乎在他移开枪口的同时, 房间里另外两道身影也行动了, 张一帆拔出参刀, 反手抵在身后队员的脖子上, 陈灵则是扑上去按住了黄月, 我们都看出来了, 在这个房间里, 真正敢开枪的只有陆长风一人, 仅剩的两名队员都被制服, 他却并不在意, 放了他, 张一帆已经夺回配枪, 我们互换人质, 不要和我谈刀剑, 张队长, 陆长风把我挡在身前, 一分钟之内, 我要看到仓库开门, 我被他挟持着往后方退去, 陈灵站在人群中, 眼见我就要消失在他的视线里, 他下意识地跟上我们的步子, 所有人退到门口, 陆长风的威胁从头顶传来, 你们不会想看到我杀人的, 对吗? 陈灵握枪的指节微微泛白, 站在原地许久没有动作, 直到张一帆上来拉他, 他才慢慢后撤, 陆长风退到仓库尽头, 在一根巨大立柱后面停住脚步, 你觉得自己的计划成功了, 是吗? 他的声音压抑而低沉, 似乎在极力掩饰自己的悲痛, 觉得我挟持你是为了逃跑, 是吗? 我怕了,是吗? 我没有说话, 此时, 超市内部的枪声已经停息, 你最好能像承诺的那样, 把小语安然无恙地带到我的面前, 如果你做不到, 不用劳烦那个老头, 我会亲自开门把尸巢放进来, 愤怒至极, 他反倒吃笑一声, 我早就活够了, 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样的觉悟, 陆长风太聪明了, 我知道自己很难骗过他, 只是没想到, 他们兄弟两个的感情这么深, 诗群暴动, 陆诗鱼怎么可能活得下来呢? 他这是准备破罐破摔了吗? 我该怎么办? 吱压一声, 仓库大门被重新打开, 很好, 陆长风下达第二个命令, 五分钟内把小语带进来, 五分钟? 这怎么可能? 我试图让他冷静下来, 就算要找人, 也得多给我们点时间嘛, 这不是你计划的一部分吗? 他语气里满是嘲讽, 怎么? 现在做不到啊? 不等我回答, 陆长风忽然手上发力, 摁住我往柱子的棱角狠狠撞去, 咔啦, 我听见自己眉骨断裂的声音, 钻心的疼痛, 让我忍不住弯下腰来, 他没有松手, 拽着头发, 强迫我站直身子, 你似乎对自己的处境, 一无所知, 陆长风的声音, 嗡嗡地传进我的耳朵, 突然他沉声喝道, 谁? 我勉强抬起头, 右眼因为肿胀, 只能半征, 安安浑身湿透地走进来, 你最好不要伤害他, 杀太多人对你来说没有好处, 人质只有在存活的时候, 才有利用的价值, 保证人质的安全, 就是保证你自己的安全, 你是来教育我的吗? 陆长风嗤笑一声, 你说得很有道理, 可惜我不在乎, 我当然不是, 他举着双手站在门口, 我只是想告诉你, 你的弟弟没有上来, 他们从一楼跑了, 好了, 陆长风一愣, 没错, 他带着头巾, 很好认, 安安继续说下去, 我可以带你离开, 让我来做你的仁质, 安安, 我大声喝止, 出去, 说说看, 他的手微微用力, 我不得不上扬起脑袋, 血液流进眼睛, 我的视线又模糊起来, 从消防通道走, 那里没有丧尸, 他的声音从前方传来, 什么意思啊, 所有消防门从始至终都是关闭的, 丧尸并没有入侵进来, 陆长风听完愣了几秒, 很好, 非常好, 他扭过我的头, 强迫我指示他的眼睛, 这算什么, 空城记吗, 我吃痛的闷哼一声, 没错, 那一声声哨响, 根本不能将丧尸引至天台, 但我不能让顾书冒险去底楼开门, 陆长风的手下, 就散落在商场里, 难保不会有人发现这条通道, 如果在往返的过程中, 与他们遭遇, 一切都将功亏一篑, 不过现在看来, 他们应该是还没来得及发现这条通道, 就陷入丧尸的包围之中了, 我手里的牌太少, 虚虚实实, 只能做到勉强撑住场面, 空城记, 他根本不了解这里, 安安面不改色地否认, 同时慢慢向我们靠近, 他没法给你指路, 只有我能带你离, 开, 直到此刻, 安安还在千方百计地想将我置换出来, 感谢你的情报, 你可以出去了, 陆长风的话让他脚步一顿, 安安还想再说什么, 却被粗暴地打断, 不要挑战我的耐心, 虽然不能杀他, 但是提前让他尝点苦头, 还是没有问题的, 陆长风将枪口缓缓下移, 对准我的膝盖, 最后一遍, 出去, 五双眼刺痛得厉害, 视力也愈发模糊, 我是不是太冒进了, 陆长风接下来又会怎么做, 我确实没有想好要怎么脱身, 计划能进行到这一步, 已经大大出乎我的预料, 三把武器全部放在地上, 他向门外喊话, 剩下的十二个人站在仓库对面, 椅子排开, 他的记忆力和观察力同样惊人, 人数和枪支计算得丝毫不差, 这个条件我们不能答应, 是陈琳的声音, 我也清楚, 一旦所有人缴械, 失去了还击的能力, 身后这个人, 绝对会毫不守软地大开杀箭, 张一帆呢, 陆长风突然警觉起来, 为什么不是他回话, 你似乎还没有明白, 陈琳的声音不疾不虚, 从现在开始, 和谁谈, 怎么谈, 已经不由你决定了, 陆长风并不理会这番说辞, 立即推着我往门口走去, 众人站在雨里, 黄月两人已经被捆得结结实实, 身上的武器都到了陈琳和赵恒手里, 一眼扫去, 这群人里唯独少了张一帆, 他人呢, 陆长风高声问道, 就在这时, 有人端着枪从天台的另一边走来, 我觉得这个条件过了, 说话的正是张一帆, 我注意到他胸膛起伏的厉害, 两人沉默地对峙着, 各退一步, 片刻后, 张一帆开口, 我脚枪, 不够, 陆长风加码, 你反绑双手, 在这三人里, 他最忌惮的, 就是张队, 在开枪这件事上, 普通人和军人的心理素质, 完全不能相提并论, 可以, 绑好后, 张一帆背过伸展尸手上的绳子, 陈琳站在一边, 举枪的姿势倒是很标准, 但我知道, 他完全是本门外汉, 消防通道的门已经打开, 陆长风推着我往外走, 冰冷的雨水打在身上, 我不由得一个机灵, 浑浑噩噩噩的脑子, 也逐渐清醒起来, 进入通道之后, 陆长风命令他们, 向门从里面上锁, 做完这些, 他却没有马上离开, 而是在门后折服起来, 狂风呼啸, 铁门不断在门框与锁扣之间, 来回撞击, 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, 现在主动拳又回到陆长风手里, 只要门内传出任何异动, 他绝对会毫不犹豫地拔枪射击, 然而, 除了风声和雨声, 天台一片死寂, 我稍稍放下心来, 不知道过了多久, 确定没人尾随, 他才压着我往下走, 消防通道里光线很差, 好几次我都差点踩空台阶, 安安的话似乎给了他很大的安慰, 陆长风的情绪稳定不少, 至少不再是之前那副鱼死网破的模样, 下一步他会有什么打算呢, 如果说在离开之前, 他不得已要对我客气一些, 那么在这之后, 他又会怎么做, 陆长风一定不介意丢我一点教训, 这次恐怕不会是点皮外伤这么简单了, 底层到了, 我听见背包拉链打开的声音, 又过了一会儿, 他才压着我往前门走去, 透过破碎的玻璃, 我发现一层空无一人, 所有的丧尸都朝顶层的方向聚集过去了, 与世并未转小, 远远的, 我看见正门口停了两辆黑色面包车, 在一片白茫茫, 雾蒙蒙中十分显眼, 我们在超市门口停住脚步, 再往前, 就会进入天台的射击范围, 我打量着面前的两辆车, 他们不仅车身通体漆黑, 就连窗户也贴上了黑色的防窥膜, 如果内部同样经过特殊改造, 子弹不一定能造成威胁, 视线下移, 我突然发现, 所有的车胎竟像融化了似的贴在路面上, 我立刻明白过来, 在陈琳和安安争取到的几分钟里, 张队已经来过一趟了, 是他放掉了轮胎的气, 陆长风站定看了一会儿, 就只有这点手段吗? 你去, 他按动车钥匙, 面前的车灯闪烁了一下, 把后备箱的东西拿出来, 难道他准备在这里换胎吗? 我走进雨里, 伸手打开后备箱门, 但是下一刻, 我愣住了, 这辆面包车的后座已经被全部拆卸下来, 取而代之的竟是一辆中型摩托, 拖出来, 他的声音从背后悠悠传来, 我站着没有动, 我叫你拖出来, 陆长风提高音量, 一个人骑着摩托尚且难从枪林弹雨中拖身, 更不要说再带上一个雷坠, 我知道, 他已经放弃带走我了, 或者说, 他可能从头到尾就没有带走我的打算, 等做完这件事, 我就失去了最后一点利用价值, 余光突然瞟到我们来时坐的SUV, 陈琳将他停在了街道对面, 距离门口也就二十余米, 车子, 我听见自己砰砰的心跳, 我有车, 我转过身, 大雨让我睁不开眼睛, 坐上车, 你才有可能躲过张一帆的子弹, 这是实话, 他意为不明地盯着我, 有车你才能带给走我, 我说, 我不想死在这里, 不管以后会怎么样, 至少现在, 我还不想死, 不要耍花招, 陆长风终于卸下了那张微笑的假面, 冷冷地警告, 他将手枪插回枪套, 反手取下一直背在身后的步枪, 我不知道他在哪接受的枪械训练, 以至于有如此的准度, 我唯一清楚的是, 只要我有任何多余的动作, 他绝对会在第一时间杀了, 我, 我仰起头朝天台的方向喊道, 陈琳, 车钥匙给我, 不一会儿, 有什么东西被丢下来, 我捡起钥匙, 往前到对面走去, 陆长风不能走出这个射击死角, 再说一遍, 不要耍花招, 他再次警告我, 这二十来米的街道上, 轰轰荡荡, 没有任何可供躲藏的障碍物, 也正因如此, 陆长风才会默许我的行为, 坐进驾驶室后, 我系好安全带, 将车子发动起来, 正前方, 黑洞洞的枪口, 没有一刻离开我的脑袋, 太久没有开车, 握着方向盘的手心, 沁满了冷汗, 我一边回忆, 一边松开手刹, 随着油门踩下, 车子终于缓缓开动, 感受着车子的启动速度, 我在心里暗道不妙, 这辆SUV太笨重啊, 二十余米的距离, 根本不够加速, 更不要说, 现在是在和子弹赛跑, 车子威胁不到他, 怎么办, 因为紧张,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, 就在这时, 超市后门却突然传来玻璃爆裂的声音, 有人下来了, 我随即反应过来, 留守天台的人, 一定看见了我开车的全程, 我的位置, 同时就是陆长峰的位置所在, 在确定消防通道安全之后, 他们已经赶来了, 但我没想到的是, 陆长峰竟然抢先一步, 在门上做了手脚, 就在我愣神之际, 他已经三步并坐两步, 跳上后座, 朝着转角连开三枪后, 掏出手枪, 抵在我的脖子上, 开车, 我迅速踩上油门, 车子瞬间窜出, 我们二人立刻就被惯性, 狠狠甩在座椅之上, 后视镜里, 陈铃已经冲过拐角, 但是在超高的车速面前, 他的身影越来越小, 就是现在, 我一咬牙, 猛得横打方向盘, 砰, 车身撞上路边石阶, 剧烈地翻滚起来, 混乱中有什么东西, 狠狠弹在我的脸上, 我只觉得眼前一黑, 想好, 是谁在叫我, 他的声音好温柔, 就像妈妈一样, 一块又大又重的石头, 正压在我的身上, 不知过了多久, 我睁开了眼睛, 这是一间用帘子隔出的房间, 头顶管道挫杂, 床铺仅靠着一堵灰色的水泥墙, 我又回到了仓库里, 意识一点点清醒, 疼痛也随之降临, 全身上下仿佛经历了一次散架重装, 不过还好, 至少每个零件都还在他原来的地方, 两道声音游远极近, 你多少吃一点, 这样下去, 小鹤还没好起来, 你自己先病倒了, 知道了知道了, 等会儿吧, 别等了, 我去把饭热一下, 你现在就吃, 不用了, 张对, 张一帆, 显然, 对方没有理会他的拒绝, 突然, 维曼被人一把掀开, 明媚的阳光照射进来, 小鹤, 安安愣了一下, 随即冲进来, 你醒了, 我点点头, 嗓子又干又涩, 好半天, 我才找回自己的声音, 现在是什么时候, 三月十一日, 你昏迷了两天, 安安担忧地看着我,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, 我轻轻摇头, 陆长风他, 没系安全带, 死得透透的了, 我看着他的尸体, 从前挡飞出去的, 那陆石宇呢, 他们真的跑了, 怎么可能, 当然是骗他的, 安安摇头, 他们小队的尸体和武器装备, 都还没有清点, 这些得等视群散开之后再说了, 他继续说道, 沈浩下葬了, 两个俘虏处决了一个, 不过黄月留下来了, 嗯, 我没有追问, 张一帆这么做, 一定有他的道理, 有些人依附基地, 有些人被暴力组织收编, 没有对错, 每个人都, 只想尽可能生存下去罢了, 看来事情都解决了, 那我再睡会儿吧, 我重新闭上眼睛, 免得打扰你和张队, 胡说八道, 他的表情怪异, 你不要玷污我们纯洁的友谊, 干嘛这么激动吗, 我继续逗他, 真的不考虑一下吗, 张一帆生的剑没心目, 高挑挺拔, 一身军装更显得他正气凛然, 他就像一柄温柔的利刃, 并非所有的刀剑都为杀戮而生, 有的则是为了守护, 得了吧, 他就知道了, 这家伙比我妈还牢的, 我抿着嘴笑, 这一笑就扯到了脸上的伤口, 疼得我直抽气, 陈琳呢, 我呲牙咧嘴地问他, 刚换下去, 估计还没睡, 要我叫他吗, 别别别, 让他休息吧, 这时, 张一帆掀了帘子走进来, 安安, 你先跟我, 看到我醒着, 他愣了一下, 张队, 这些天麻烦你了, 我向他道谢, 这么说就见歪了, 见他右手打着绷带, 我不禁想起, 当时对峙的画面来, 陆长风是个狠人, 但比起胆量, 安安也不落下风, 你居然敢顶着枪口, 要求互换人质, 我心有余悉地瞪了一眼安安, 真够可以的, 什么, 张一帆不由地提高了音量, 安安心虚地掏掏耳朵, 反正也没影响计划,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了, 嗯, 看来有人阳奉阴违, 没有完全按照约定行事, 我趁机下烛课令, 好了, 你先跟张队去吃饭, 哎呀, 知道了, 安安嘟嘟当当地起身往外走, 掀开帘子的时候却一愣, 怎么不进去, 他对着外面说话, 等你们先说完, 陈琳的声音从门口传来, 完蛋, 我立刻闭上眼睛装睡, 不过, 他是什么时候来的, 不会已经听到我说话了吧, 想到这里, 我又把眼睛睁开一条缝, 陈琳坐在对面, 醒了, 他没有戳穿我, 感觉怎么样, 很疼吗, 我可怜巴巴地点点头, 希望他能看在我受伤的份上, 不要骂得太狠, 我去拿热水袋, 他站起身, 医生说, 你是软阻止挫伤, 要热服, 等一下, 我拉住他, 不生气了, 我气什么, 陈琳明知故问, 当然是气, 我们没听你的话, 被带走前, 他还特意嘱咐, 我们不要轻举妄动, 你们两个真事, 陈琳微微摇头, 关键的时候, 一个比一个有主意, 那不是因为跟着队长你耳濡目染吗, 我给他戴高帽, 我知道, 陈琳这次能做得很有限, 他没法布下什么计划, 只能竭力寻找机会, 接着, 他将那天发生的事情, 原原本本的附属给我听, 进入仓库后, 外面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, 安安将玻璃门内的桶装水, 全部运到扶梯边上, 这花费了不少时间, 接下来要做的, 就是顺着扶梯, 将这些水桶挨个滚下去, 顾叔吹哨后, 小队的反应也不慢, 立刻就准备原路返回, 然而, 他们的梯子本就是临时搭建, 根本弹不上牢固, 加上一桶水净二十斤的重量, 这足以让他们寸步难行了, 撤退的时候, 陆长风是不是在门上做手脚了, 我想起来, 对, 他在把手上套了一个玻璃瓶子, 只要有人从里面开门, 外面的瓶子就会滑落, 原来是这样, 也不知道是他随身携带的, 还是顺手从餐桌上捡的, 陆长风聪明又狠辣, 无疑是个棘手的敌人, 但同时, 他的身上又充满了矛盾感, 面对别人, 他可以毫无顾虑, 想杀就杀, 甚至对队友都没什么好脸色, 可是一提到自己的弟弟, 他似乎就变了一个人, 我时常会想, 这样缺乏共情的反社会人格, 也会有爱吗? 也能体会到亲情吗? 如果可以, 他为什么意识不到自己杀掉的, 也是别人的弟弟, 是别人的儿子呢? 不过, 这些问题注定得不到答案, 他们随着陆长风的死, 永远封存了。